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外部俱乐部为大家提供的PHP视频教程 我是竹梁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17章多用户留言系统7.6版图片列表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将所有的图片放到了它的磁盘里 然后对应着对应着也有什么呀 也有那个数据库的信息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通过数据库把它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先升级一个版本 7.6 导入上一个版本 好 我们在这里把它打开 7.6 哎呀 7.56 7.6 好 打开之后呢 点相册 点这个 只有一张图片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很多图片 对吧 嗯 都有 我们打开这个它的数据库 数据库呢 我们这边少了一个什么呢 然后我们在客厦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是谁上传的没写对不对 我们待会再加啊 待会再加 嗯 现在呢少了个谁上传的我们可以这么做 比如说都是沿着上传的吧 我们只能这么办了啊 添加一个字段 嗯 添加一个在这个的后面添加一个字段 叫做tg 谁上传的 叫user us name吧 上传者的名字20位 上传者 上传者 然后呢 这个其他的不需要 默认呢 我先来个延日 好吧 好 点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们点浏览 大家看到都是延日 然后我把它的结构再改一改 us name延日吗 改一改 再把它改成空的 这样就行了 对吧 哎 这样就没问题了 因为默认先放上去了 那么下一次上传者 我们怎么 怎么去上传有呢 我们点击一下 先点一下登录吧 新时 6a48 点击相册 点进去 呃 点进去的时候 这边是添加 就是rmg这个文件 找到rmg 这边有一个新增 是吧 好 保存新增的时候 我们这边来一个叫做 可以这么来啊 可以直接的在它的tg下面的us name 对吧 保存到这个里面 我直接用它的cookie就可以了 us name 好 这样的文件就可以了 加个逗号 没有错误吧 我们就不去演示了啊 好 以后再演示 如果出错 我们再修改 对吧 应该不会出错 因为这很少 好 那么现在点相册 我点这个channager 我以channager来做例子 或者我以这个网络游戏公开的这个做例子 是channager是那个啊 for the show for the show 我把它打开 我的show呢 它是一张图片 对不对 一张图片 我现在要这么做 大家看 这个呢 先不忙 我先这么来 第一个呢 显示图片 第二个呢 显示这个图片的名称 第三个呢 显示这个图片的阅读量 谁上传的评论量 对不对 比如说这是 呃名称 下面一个是阅读量 月 评论 上传者 比如说是炎日 好 那么这边呢 就会出现这么个问题 这么个问题 我们解决一下 去show这个as 这个地方 show 找一下 把它的d也要去掉 那你没问题了 好 这样子 名称 对不对 好 那么这边我们怎么做呢 跟大家说 我们这边可以这么做 先来个循环十次 我们看一下 for each 好 哎 什么情况 循环十次 十次做做样式 对吧 好 拉到这边来 先给他加个背景颜色啊 好 是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呢 把它做个浮动 这样就可以了 一行呢 1234566个是吧 我这边 上下我空40个吧 左右我空15个 这样子5个差不多了吧 他5个 这边比较少 对吧 一般来说8个就可以了 8个就是10个 对不对 10个的话 我们想一想 10个或12个 每页显示3个 那么或者5个的话 每页显示8个 那我们这边就多弄一点 显示8个 我这边改一改 显示8张图片 那么这边空一大段呢 是吧 好 空一大段 我们再来啊 30我改成50 50多了 可能40 好 40还可以 对不对 哎 那么都40了吗 对吧 好 这个先不管 我们待会再调 那么这边呢 来个居中 这红颜色去点 好 就是这样子的 好 每页显示8条嘛 然后这边还要做个分页 对不对 还要做个分页 呃 这边的高度可能不够高 就是导致了这个问题 这边我们来一个800 试一试 800 如果变成28就是14243 412 对吧 12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就不够了 800是不够的 至少1200 1200多了 1000 好 10001000够的 对不对 好 显示这么多之后呢 我 我这个从数据库里把它给列出来 对吧 那么这个还要一个东西 滴滴 滴滴呢 上下 上下空二个零 多空一点 这样子会好一点 嗯 这样就行了 好 那么现在从数据库里拿直 这样子 就剩下一个 对不对 就剩下一个 那么 我们找一找一个已经写好的 呃 在博有这一块 第一个 模块嘛 分页模块先拿过来 这个呢 你要去 这个是Fort 是不是 Fort 嗯 每页显示8个的 每页显示12个的 我们看看是每页显示几个的 我们先用沿着登录一下 4d78 每页显示12个对吧 12个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再打开核心函数库 看看那个代码是多少 哦 不是核心函数库 是核心文件 是Fort 对不对 12 嗯 找到了 那么这边的改一改 我把这段拿过来 这边就是PHOTO 它的分页数 然后我找到谁啊 找到TG P-H-O-T-O 找到P-H-O-T-O 然后呢 还有谁啊 你这张页面是传 呃 我点进去的时候 传过的是ID等于4 那么 如果这个 嗯 这边还有问题啊 这个我先这么做 找到的是这个 然后必须还是为啊 TG什么呢 SIDE 大家注意了 为什么是SIDE呢 是TG SIDE 这个目录的333 我这边是 呃 China 就是4 是4 4 4把的列出来 是TG SIDE 等于什么呢 单引号 但是这个要判断 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说 我们先不判断 先把它直接运行起来再说 就是 ID 是ID吧 看一下 ID等于4 好 求出这么多 求出这么多之后呢 我们拿出它的 像 那个 集合 我要拿出它的名 上传的名字 它的ID 还有它的 它的Name 它的图片的名字 还有图片的URL 还有什么呢 还有图片的 简介不需要 时间也不需要 其他都不需要 好 够了啊 4个够了 然后从哪张表呢 从PHOTO 这个FOT表 按照什么来排序呢 按照时间的倒序来排 DIT 好 行了 最后呢 下面这一道段 复制一下 粘贴 这边呢 结束掉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要拿的是ID 已经有了 ID有了 然后 UseName也有了 UseName是上传者 然后就是 Name是图片名称 然后就是 URL 好 URL呢 我们直接的就给它就行了 对不对 每次的时候要把这个拿出来 把这个CtrlX 裁剪掉 拿到这边来 每次的时候 我这边都要把他的URL 而其实这个就不要了 对吧 直接把他的URL 传给他就行了 OK 然后呢 呃 这个呢不动 对吧 然后这个上传者呢 就是UseName 哎 上传者就是UseName 然后这个名称呢 图片的名称呢 就是Name 好 刷新一下 好 全部出来了 但这个地方 怎么 怎么都有这个也有这个的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而且这边还错位 还错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下面 要讲到的啊 会错位的问题 这等我再说 那么 这边的问题是因为你这边 少加了一个 Ware 在上面添加 在这一块 我们添加一个Ware Ware 谁呢 跟上面一样 叫做 TG SIDE 等于 发过号 呃 HTML ID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在这边呢 我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大家看啊 哎 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呃 大家看 点击相册 行驶登录一下 391B 点击相册 我们点击这个啊 这边是是不是错位 对不对 按照0.3的 好 这边一点还非法操作啊 几个问题 我们等会要解决 点击相册 点击点击这一块呢 显示的是Channel 就对不对 12个 点击这边呢 呃 确实两个分开了 但是这个错位怎么办 好 错位我们是这样子的啊 大家看 而且这个地方呢 溢出溢出 那么我在这里呢 我要去更改他 他的CSS 把这个1000呢 我改到out2就行了 大家看一下 只要改到out2的话 大家看哎 自然的啊 自然延伸 自适应扩展 自适应扩展 但是这边呢 你看啊 为什么他这边没有办法 这样子呢 我们看 打开在cs这边 这边呢 我们把它加个颜色 是这样子的 这边的高度呢 跟这边的高度怎么样啊 冲突了 这边把它给卡住了啊 把它给卡住了 所以呢 我们不要 我们这个地方不要这个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但这样的话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啊 还会卡住 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嗯 一页显示四个嘛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表格做 但是呢 表格我们这边不用表格做 所以我们用个通通用的方法 但是这个通用的方法 也不能完全解决 啊 因为如果图片太大 或者太长 或者太窄 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 就是解决目前这么多图片 我们 我们有解决方案 好 比如说高度 我设个 嗯 250 x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长度呢 长度的话就200 这样子好一点 对不对 那这边两边都空一点 我们怎么办呢 空一点 我们就 嗯 padding 上下为0 上下为10吧 左右为40 这样子上下为0 左右为40 左右为30 左右为20 嗯 还是不过了 好 这样过了 但这样效果不太好 对吧 我们用这个试试看 好 这样是一样的 那么上下为10 这边就会这样子 嗯 这样子就解决了个错位的问题 看这个 这个也解决了错位的问题 对不对 好 显示4个 只要这边空的太少 这边空的太多 我们看看能不能再来一点 15呢 15可以 15可以 那么上下呢 上边 我们看看高度是250 250 下面空大一点 嗯 这样就没关系了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 跟大家说 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目前来说 只有用表格来解决 或者用其他的 css 就是比较 比想打比较好的css 或者用表格 表格的话定位定的很好 一行三列 对不对 好 下面个问题 这个分页一点没效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有个id等于4 所以跟那个 跟跟前面的这个是一样的 你要在这里 再定义一个 id 那么这个id呢 和 和谁是一样的 和我们之前用的 添加一个 我们看看啊 id等于 这个我们还是要去参考一下 他做过的 好 这句话拿到了 id等于 id等于html 只要id就行了 把上面这个id拿到 然后加一个点 加一个连接符 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一下 一点 大家看没问题 i1等于4 patch等于1 好 现在呢 我把后面的这一块去掉 改成每页显示4个 好 大家看下面有123了吗 第二页 第三页 第二页 第三页 OK 没问题 第二页 第三页 第二页 好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基本上没问题了 再把它改回来 好 一页显示12个 一页显示12个 然后分三页显示 分三行显示 因为这边还没有添加 好 下面这个最后一个功能就是我这个上传者 我现在是新史 我现在上传一下看看 呃 我点击它 它是上传到这这么多张图片 对不对 点击下面上传图片 不存在此相测 怎么会不存在呢 id等于1 好 这个 不对吧 看一下 他把这个的 id的值给改掉了啊 我们 应该是 get是这个了 呃 这个取得的是他的 id 找到这个的 id 就不存在此相测了 通过dir里面去找找到他指定的 id 然后这边是 side 等于 id 然后这边的 id改掉了哦 对 是这边的 id被改掉了 所以呢 我们这边 嗯 这边最好做 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的话 我们就做个dir id 好吧 这样子通用一下 这样子通用一下 dir id 然后呢 或者这么来啊 大家看 还是 id 只不过 只不过把他前面夹个d压压 好 这样子 这样就不冲突了啊 这样就不冲突了 因为下面呢 还会有有这个问题对吧 好 我们再试一试 我再把它改成四位 看看分页有没有问题啊 点一下 分页没问题 回来 然后我用dir html的 id 我把它拿过来 放到我这里来 这样子就没问题了 好 我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我点击上层图片是4 没错 我在这里我点击 上传图片 没错 我现在上传第10章吧 我现在上传第11章 我们试试看 图片 网络游戏宣传图 现在我是新史 对不对 新史发的 那么 我第11章 确定 好 网络游戏 11 回来 回来之后呢 怎么没有 好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因为我们之前改了一下 但是没有测试 所以最好的话 我们还要最后不是测试一下吗 网络游戏11是有的 他这个是0 没有写的进去 好 塞的是0 好 我们去检查一下 呃 在 RMG ADD RMG 添加图片这一块 塞的是0 1 2 3 4 第4个没有 改成塞的 对吧 OK 没问题 再来一遍 那把这条删了 好 再来一遍 上传图片 11 网络游戏11 哦 123456 1234567 哦 这一块 嗯 顺序错了 对吧 好 OK 这样子有了 我运行一下 图片上传成功 回来 哎 在这边 上传游戏11 上传者星矢 OK 有了 这边是星矢 然后是3 没问题 好 然后我 我再去用星矢 发一张China Joe China Joe第10张 我发第11张 第11张 上的 嗯 China Joe美眉 11 上传成功 OK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看到没有 进来了 进来了 好了 列表我们做好了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要点击放大 然后做前一张后一张的按钮 好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么多 那么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的主要是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我的博客 hi 白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